无限的爱 向全世界传开 永恒的关怀 来自台湾之一 RTI 这是来自地球另一端的声音 这是我们的歌 它将走出边界 是他们正在唱歌 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刘玉娇 这边呢 保不保这个概念 用在客家戏界 是怎么样的意涵呢 我常常到客家戏班去做采访 有时候问到对方词穷 他们呢 往往会指着另外一个演员说 去问那一位啊 那位腹内比较饱 刚开始 我还以为他们的意思是说 那个演员精神比较好 经过好一阵子跟他们磨沽 我才发现 原来他们说的 不论爆和吃饱了 根本是两件完全不同的概念 而且这两个概念都非常重要 因为不管是吃饱了 还是腹内饱呢 对客家戏班来讲 比重可都是一样 是同样重要的事情 台湾这么多年以来 仍旧保存着客家戏 要进入今天的主题之前 先来问候一句 四报嘛 台上三分钟台下十年功 客家小戏里头 有这么一段有名的 就是在描述主角 想要学一技之长 跑到戏班 却什么都学不好的种态 像是黄秀满女士呢 就讲到了她民国前六年出生的母亲 阿玉丽与 我的母亲出生很苦是乡下人 她在阿神伯那边学系 一直辛苦地学到了二十岁 二十岁跟她的真实人生一样 成为人家的养女 在戏台上被养母一打尿就杀了出来 因此她就以杀尿妹成名了 今天玉娇来到了戏台的后台 访问了妮摸椅 坐在化妆箱前面的她呢 声音洪亮 厚厚的农妆盖住了她一半的年纪 那一年她88岁 今年呢已经90几了 她提到小时候养成的过程 就好像还是历历在目 那她去 哇 她去旁边等 亲外窗蓝潭西皮 对吗 以前票系小孩 你是给张相班那天三年六个月 开始娶的时候会不会哭呢 当然是会啊 气息又不好 没有读书啊 三年都没有回家 我母亲去戏班呢就去找我拿钱 她说我三年都没有回家 这样三年六个月票系孩子的学习 是演员基本的硬底子的功夫 如果说硬底子功夫呢 是演员的基本要求的话呢 不内抱腹内保呢 就是演员内涵进一步的提升 台湾汉人西班人来 在激烈竞争底下西班族不但在硬体上非常讲究 又软实力的人才方面呢 也是要争取得到 纵观目前客家细节的状况 投入这一行的年轻人 部分是在民间的野台训练出来 而另外呢 也有许多是在学院背景成长 因为所学较为知识 在民间演出的需求上 还有一段需要落实的适应过程 才能够表现出十足具有客家味的戏曲 郁佳来的 郁佳来到了戏先生岛戏的现场 好 我们来听听看这是什么声音呢 就是这样大家聚精会神地听着旭先生在导戏 你一来我一往呢 就在这种局势底下 父妹比较宝的人 当起了戏班的讲戏先生 郊戏先生甚至呢 越身为导演这样的地位 也就成了很自然的事情 他们在上戏之前呢 为不熟悉的演员来讲解剧情 而郁佳在采访时候呢 常常在大戏上演之前 收录到了这个戏先生讲戏的声音 在团内发挥功用的时刻 很多时候戏台上的小姐一出场呢 就唱小妹来到大堂前 也许透过了戏先生就能够提醒他们呢 要适时做一些修饰和美化 比方说呀 路加来到大堂前 小妹前行到大厅 这样就可以表达相同的意思 而运甲呢 却可以因此产生不同的变化 有人将这种客家戏般杂唱各种曲调的现象 视为一种艺术上的不纯粹 对客家族群来说 要求的却是往丰富性来发展 对客家戏的演员来讲 看一个演员是否优秀 其中一个标准就是 不美宝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今天呢我们的主题是 客家戏界的软实力 这些能够通熟其他剧种的曲调的演员 也是有机会被赞誉为 不纯粹情报 示范的这一段平板 可能您会以为九唱十八调是客家人常用的 所以呢 演员全部都该会唱 不是这样的 举例来说呢像是老山歌 除了文化场之外 也抬上 派上用场的机会 激进于零啊 另外像是打海棠啦 松朗啊 松朗使用的机会 也是不多的 不过呢 郁娇采访到这个 林归水他唱这一段 松朗非常非常的好听 德行 徒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她说她这样的要求精神 其实是来自她的妈妈阿玉旦 阿玉旦一生不但是在演出当中要求到位 而且也会自己记录下剧目 让自己的软实力增加 您听这个是阿玉旦的声音 这是老唱片里面的声音 所以说呢一个有软实力的演员即使已经过世了 经过多年之后还是会在我们的口中 在我们的心中存在着 英国前六年出生的阿玉旦 一直到今天玉交去采访她的戏迷啊 也都还是能够栩栩如生的 讲到他们的少年时代如何的 为了阿玉旦神魂颠倒啊 阿玉旦就是这么一个典型的代表 而客家戏班的演员在现在的野台时期 不但要面对庄严的日系 也要应对变化性强的晚上的夜系 晚上的夜系或者悲情或者轻松或者神怪 更接近于人的世界 好像呢是从神的领域过渡到了英雄世界之后 再前往凡间贴近的一种模式 满足到了各种不同的需求 那么除了故事以外呢 剧团里面的演员对于取调认识的越多 也就是对剧团本身的加分了 好请听众朋友跟着玉交 晚上来到了这夜系演出的现场 我们来看看他的戏码 谈性的可以说可这大的呢 因为呢他们的对手往往是清凉秀 确实这是传统戏曲的既期待 又怕受伤害的敌手 哇 之前的外谈戏呢 是两个传统戏曲 两台或是三台在拼场 可是呢今天一个是传统戏曲的野谈戏的表演 另外一边呢是电子花车的清凉秀 好 玉交呢现在就进一个非常精彩的采访 那应该是个按摩条啊 两天的作戏啊 那主动跟那个天资法杀啊 跟世界啊 让人平衡跟世界啊 感觉当然了 那很难演啊 那变成说对啊 那个时候还是照做啊 不然怎么办 对啊 实在很难演啊 变成我们说什么口白言之都不晓得了 那个时候还是照常演啊 可是观众是看那边不是看这边啊 当然了 现在是这个样子吧 那你看那个电子花车在表演清凉秀啊 大家当然看那边了 你们还是照常演吗 当然了 继续演了 不然怎么办呢 他们的观念就是要表演给神明看嘛 那你会不会一边演一边看啦 有时候会偷偷瞄一下 演戏的人是比较不敢啦 但有时候我也会啦 不过后台的人就难说啦 大家贪图贪脑就猜 现在该谁出来了 去去看他叫 哎哎 没了没了妈妈妈出来的 听众朋友 现在呢 在野台戏的晚上表演的夜戏当中 各种的亲情啊 爱情啊 旧恨薪酬 全都一起出炉了 有时候 情主为了省钱 不想花钱再多请一台 情凉秀或是脱衣舞呢 直接就要求戏班 顺便演出情凉秀 这时候 戏先生就会 必须要发挥一下创意了 在剧情演出中间 还得故意安插一段情节 来使内容顺畅 比方说呢 皇帝突然想看一场舞蹈 这个时候 宫女上场就开始 跳起情凉秀 然后呢 唱跳结束之后 又安插回来古装戏 继续演下去 乍看之下 真是令人惊议啊 这也充分说明了 对现实的妥协 夫妮宝 有时候真是抵不过 衣衫少欧 哎呀 为了配合衣衫少欧 这个时候的腹内宝 还得花点脑筋 来让剧情连贯呢 一时之间 还真是不知道 今戏是何戏啊 哈哈哈 哎呀 啊aah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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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对又可爱又可敬畏的敌手 也不得不做一些调整 当你在台上看到了歌仔戏 看到了流行歌 千万别惊讶 也有些戏般唱起乐曲 像《地女花》啦 有些呢唱起流行歌 或是干脆将整个戏呢 弄成所谓的OPE啦 听众朋友也许您 马上的反应是说 ちょっと待って 什么叫做OPE啦 OPE啦其实这个名词 是从西洋来的啦 OPE啦嘛 不过记得日本人说做OPE啦 他就会比较不安排你出牌 打武士 打英国 打减涩 那你穿也可以穿日本衣啊 你穿现在的衣服上去也没关系啊 可以看到的所谓的OPE啦就是说 日文的舞台剧怎么说呢 就是OPE啦 现在挪移到我们的野台戏上面呢 那是融合了现代舞台剧的花妆 服装 音乐 演出的手法等等 即使也在灯光音响的效果上 加倍讲究 像是OPE啦 这一类的戏码 绚丽的程度和整体团队的年龄 是很有关系的 一般来说呢 在深光能够做的尝试 就多少呢 会大胆一点 这个能不能也算是一种 腹内宝的展现呢 听众朋友您认为呢 在深光能够做的尝试 词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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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峰 Soci得远 这一剧场演出分工越来越细的现代 过去往往是编导演 急于一身的内包腹内包的戏先生 已经逐渐的被编剧 被导演 被编曲所取代了 演员只需要在自己份内 做好演艺的工作 而且呢 也要调整心态哦 接受着不得不的变化 这一场无声的革命 也正是时代的必然 既然从事这一行 从小就学的嘛 想说现在比较没有人学 人家既然不嫌弃 我还会动就加剪眼了 日子过得比较快 我和你做手绳 人家有好奇的来 我还得我胡拥过来 没可能做手绳 哎嘿哎嘿 我给你特带特带特带 你先要我出 孤独是真孤独 实报都很聪聪 按摩年了 咱们就比较好 你一年一年 学师来的 我的按摩年了 看不得了 对我13岁开始就演戏 演到现在 反正现在就当运动吧 我十几岁就出来演戏了 以前那台要买票 进去看戏的龙发心 就是我们家的 而我爸爸过世了 几位在客家戏界 比较年长的艺人 就连在戏曲学校当过老师 在新永光剧团 当过导演的叶香兰 也有着无奈的心情 而有的腹内宝的戏先生 还是秉持一贯的学习精神 在戏曲传播和现代的 过渡进程里面 选择正面去吸收新知 学习新的导演技巧 并且发挥原有的影响力 协助剧团更加顺利地 为名戏到文化场 做好衔接的工作 听众朋友 今天郁佳特别 为各位介绍的专题呢 是客家戏界的软实力 郁佳在这几年的 客家戏界的采访 看着戏界这些 戏先生的摆法和他们的皱纹 想着他们每个人身上 背负的一部客家戏曲史 常常心里有一种 说不出来的心酸 有时候甚至在心里 偷偷地掉下眼泪 这些腹内宝的戏先生 用他们一生的岁月 来编排出来的故事 难道也就随着 他们一个一个的消失 也淹没在历史当中了吗 不知道现在是不是有人 能够将这些满肚子的件事 记录下来 为历史留下这些 精彩的客家剧目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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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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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